太精彩了 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2022年斯诺克土耳其攻华赛 赵新童对阵海斯科特 对手的一杆长台没有打进 直接是给赵新童留下了非常好的进攻机会 黑球右边的红球 角度好像有点向上 需要用篮球来调整 篮球角度向下 这样的话肯定会带伞红球队 看一下这一杆的黑球效果如何 漂亮天女散花 红球是完全散开了 这一杆的话局面是非常的不错 赵新童很有机会一杆之胜 篮球下方的红球不利于走位 因此赵新童也是观察了一下下方的红球 还是选择用篮球来调整 这个局面对于赵新童来说 想失误都难啊 我们来欣赏一下赵新童这局面维救能力如何 选择了这一颗红球应该是走位黑球了 黑球点位左右下底带是完全开放的 这样的话围绕黑球得分 这样的话围绕黑球得分长方比较快 赵新童打法是非常的犀利 准度是非常的变态 在国内被称为中国版小火箭 去年的英锦赛也是首夺冠军 也是90后首位夺的英锦赛冠军的选手 就在前几天也是拿到了个人生涯 第二个排名赛冠军 德国大世代冠军 状态是非常的不错 现在赵新童技术已经是没有任何短盘 准度是不用说 走位的话还是提高了不少 真的是非常有希望再夺取排名赛冠军啊 前几年特隆伍普也是这样的状态 因此拿到了单赛季六冠的成绩 赵新童绝对有实力复制这样的成绩 这一次图尔西公开赛也是首次举办的赛事 冠军奖金时10万英镑 连续的围绕黑球得分 涨分非常的快 离超分也是越来越近 这一看走位于黑球 左侧的红球力度也是控制的非常到位 打进了黑球 是领先了68分 再打一个红球即可超分 没有问题 顺利拿下 这样的话赛新童是在0比1落后的情况下连搬两局 稍微有点厚思诺 抬高了手架 我们看一下赵新童这杆能否完成破摆 现在是80号分 再打三套红球即可完成破摆 上方的两颗红球 上方的两颗红球吃掉就能破摆 蓝球角度有点直 选择了咖啡球 这一干是加了点左赛 以库来叫红球 这样的话白球离红球非常近 因此能保证准度 成功完成了破摆 白球走位也是相当的犀利啊 对手被打成了观众 真的是有点无奈啊 没打进 不过已经是破摆了 胜负已定 胜负已定